解读微股,去说美股,畅谈港股,欢迎来到知乎者也说财经的频道。 知乎者也的朋友们,我是康哥,今天我们来聊一聊比特币。 本周比特币上扬,一度突破4万美元关口,与此同时24小时内。 有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比特币空头头寸被平仓。 BIDE数据显示,超过88.7万名衍生品交易员平仓的价值超过10亿美元的头寸,其中92%是空头头寸。 此次比特币上涨另多头获得了巨额收益,但以美元计价也让空头遭受了巨额损失。 那么,比特币价格为何上涨? 加密货币行业的价格走势相当复杂,让人难以捉摸,没人能够确知比特币价格为何会出现这样的波动。 不过,有关周末比特币价格的上涨,市场上存在两种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市场传言电商巨头亚马逊正在考虑在其平台增加加密货币的支付选项, 同时还打算推出自己的数字货币。 这些传言的触发点,是一家大型出版机构披露的一份招工信息。 不过,亚马逊的管理团队此后发布声明否认了这一传言。 另一种说法是,比特币价格的上涨是由投资者出逃泰达币触发的。 泰达币是行业内最受欢迎的稳定币, 但周末该加密货币面临的法律风险出现了加剧。 有些专家指出,泰达币的稳定币要比看上去风险更大。 这或许正是投资者卖出USDT并买入比特币避险的原因所在。 比特币价格接下来怎么走? 前路依然茫茫,甚至可以说是更加的不确定。 泰达币对于比特币构成一个真实的系统性风险。 与此同时,亚马逊已经明确否定了将采用加密货币的传闻, 近期比特币网络也没有重大的升级。 未来几年,该数字资产有可能出现类似2018年至2020年期间的区间震荡走势。 不过,也有专家认为,比特币价格年底前应该会突破10万美元。 他们的这一预测是基于库存流量比率,或者说是颇比率模型。 这些模型过去的预测准确性还是不错的, 但并不能保证他们能够准确预测未来的收益率。 如果按照波比率模型来预测,比特币价格年底前可能会翻倍。 如果是这样的话,现在就是买入数字资产领域长期投资品种的绝佳时机。 我应该投资比特币吗? 我们需要清楚的是,美元无节制的超发已成为不争事实。 全世界如此多的美元货币,不论是不是进入实体经济, 都将稀释掉普通民众手中货币的购买力,包括正在观看视频的你。 超发的货币带来高通胀,这使得我们手中的钱越来越不值钱,购买力随之下降。 美国投资人扎里芒格表示, 我认为加密货币该死的整体发展趋势令人作呕,而且违背了文明利益。 此外,他还说,我讨厌比特币获得成功,我不欢迎这种加密货币, 它对绑架者和勒索者非常有用。 而赛富投资基金的首席和火人炎炎说, 比特币是全球性的,它与信仰有关。 我认为,比特币比黄金要值钱多了,那与其投黄金,不如投比特币, 这是我资产配置的一个策略。 比特币的价格还会继续攀升。 当然,投资比特币只是和有钱的人和有见识的人。 我并不主张,也并不鼓励别人去炒这个行业,这个行业是要有信仰的人才能做。 那么,如果你认为比特币是一个良好的避险资产,也许它就是一个良好的避险资产。 如果你认为它一文不值,也许它就是一文不值。 感谢您的观看,喜欢记得点赞和订阅我们的频道。